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1日,欢迎收看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闹得全世界都沸沸扬扬的NBA休斯敦火箭队力挺香港反送中 遭到中国爱国官民一致谴责的事件,正在以戏剧性收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当地时间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正积极筹备2022北京冬奥会,中国将秉持包容开放的心态 欢迎各国运动员和教练继续到中国参赛 NBA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上周五发推支持香港引发北京愤怒 中国官媒称这是错误涉港言论 中国篮协立即宣布停止与NBA合作 体育频道停止转播,火箭队产品纷纷下架 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要求火箭队立即纠正错误澄清 NBA因此遭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耿爽还说,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 开展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相互尊重 中方会一如既往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 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互利互赢的基础上 同国际社会积极互动,继续欢迎外国机构和认识 来华开展交流与合作 有评论认为,耿爽的回应比之前中国官方的言辞缓和许多 出现了中国官方为NBA风暴降温的氛围 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就在中国政府、民间和媒体 火力全开攻击NBA之际 中国的做法引起国际极大反响 一时之间,中国的负面形象在国际间大为曝光 不少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举国的愤怒文化 强调由于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局势 和中国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政变的越来越困难 国际公司必须屈从北京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 报道指出,在一些美国官员看来 NBA遭中国全面抵制 无疑证实了中方设置贸易壁垒的行为 这会让川普政府得到更多国内政治支持 在中美谈判的关键时刻表现得更加强硬 法广11日在NBA又赢了 深圳明晚高水平表演赛票 今早奏全卖光 说好的抵制呢?一文中写道 昨天晚上在上海举行第一场表演赛 胡人队与网队比赛 居然出现了观众爆满现象 明天晚上美国NBA球队在中国举行第二场比赛 赛场在与香港近旁的深圳举行 也居然该比赛不顾 网络爱国抵制呼吁门票一早受光 外事也一票难求 网上爱国批评当地人不争气 让NBA又赢了 更有港媒报道 人们似乎忘记了今年6月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川习会 习近平在会晤开始时就说 48年前也就是1971年 就在离大阪100多公里的民谷屋 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 中美乒乓球运动员 进行友好互动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 乒乓外交的开启 创造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 当然 佳话是假 借机重温友谊 请川普高台贵手是真 习近平于是又用小球玩了一把政治 讲到这里NBA大概已经哭晕 同样是球 乒乓可以搞外交 篮球不能问政治 你家队员说句话就是历史佳话 我家教练讲句话就惹祸挨罚 看来这球怎么玩 标准权有拟定 中国官方反腐机构通报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 对四川省政府前党组成员 副省长彭宇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立案受审调查 彭宇行因追求低级趣味 大搞全色 前色交易等 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受到开除党籍 政务撤职处分 降为四级调研员 有消息说 彭宇行分管工业经济 国防科工等工作 网传其落马涉及国安问题 甚至指他被境外情报机构策法 彭宇行在今年4月28日落马 资料显示 彭宇行是四川本土官员 落马前职务是四川副省长 党组成员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第一副主任 他还曾任四川绵阳市委书记 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 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等 18家军工企业 其中 绵阳酒院是中共唯一的 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 彭宇行任职绵阳期间 曾多次视察绵阳酒院等企业 被指在当地军工企业人脉较为广泛 《南华早报》今年4月25日率先披露 彭宇行已被带走 接受调查 报道援引之前是披露 彭宇行被调查的原因 类似于曾因与一女间谍有情色关系 而被免职的前四川省副省长李承云 另据香港01报道 传闻指彭宇行被查 并非因为直接经济问题 而是可能涉国安事宜 消息进一步表示 彭宇行或被境外情报机构策法 目前已被国安部门压解至北京 4月29日 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 发表了一篇有关间谍问题的文章 称近年在中国大陆确实发现了不少 在要害岗位工作的省部级高官 沦为敌方间谍的案例 该文被暗示是指彭宇行案 不过此次官方通报并未明确提及 彭宇行是否设间谍问题或泄密事项 澳大利亚一名部长及官员周五表示 中国针对澳大利亚政党和大学所展开的行动 同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他的这番言论有可能使澳中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化 德国之声报道 过去几年来由于澳大利亚指责北京干预澳洲内政 并担心中国以非常规手段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澳洲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不过近一段时间来为了改善双边关系 澳大利亚政治家们开始尽量避免对中国的公开批评 然而内政部长彼得达顿却表示 澳大利亚绝不会为了维持重要的经贸关系而保持沉默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去年双边贸易总额达1220亿美元 达顿在堪培拉对记者说 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确实非常重要 重要的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允许我们的大学生们被影响渗透 不能允许盗窃知识产权 更不能允许黑客侵入我们的政府机构和非官方组织 本月初路透社援引五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查明 中国对该国2019年5月联邦议会选举前议会的 和三大政党遭受的网络攻击负有责任 肖显示指出 报告中还包括外交部材料 报告建议秘密保存获得的情报 以免破坏于北京的贸易关系 中国外交部则否认参与过任何黑客攻击 并表示这种没有证据的指责只会产生谣言 外国留学生每年带给澳大利亚350亿澳元的收入 而中国学生则占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一事实更加剧了人们对外国政府施加不当影响的担忧 澳大利亚政见近年来也一直视同同北京的扩张努力保持距离 如拒绝签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把中国建设澳洲电网或天然气管道的投标拒之门外 并禁止让华为来参与5G无线网络的建设 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其创办人任正非 私人持有公司股份约1.14% 可是有外媒报道指出 任正非家族成员在华为旗下业务担任要职 主理多间华为子公司 据路透社消息 华为在170多个国家或地区拥有18万多名员工 经营电讯和技术业务每年创造超过1000亿美元收入 报道引述集团内部人士指 现年74岁的任正非私人拥有仅1.14%的华为股份 却拥有否决权 并定期将其讲话分发给所有员工进行研究 报道点明 华为首席物流官为任正非弟弟任数录 其职责包括监督建筑饮食和酒店服务业 在东莞的松山湖新校区新建最后阶段 该校园可容纳2.5万名员工 并为华为深圳总部附近的员工提供了一个新公寓楼 预计将于2023年建成 而任正非的儿子现年44岁的任平 现领导华为旗下深圳汇通商务公司 该公司拥有中国 泰国 沙特阿拉伯和南非 十多家酒店和服务室公寓 而这些酒店大多数为华为员工和客户提供服务 另外 根据中国公司注册记录 任平仍在任正非的妻子所工作的公司 上海莫塞尔贸易任职总裁 公司主要销售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食品 包括华为品牌的葡萄酒 优质牛肉和优质大米 目前正在加拿大接受引渡美国聆讯的华为公主孟晚舟 之前的法庭材料中也显示 曾掌控过多家华为出资的公司 之前曾有报道 孟晚舟的身份在华为保密了20年 就是想成为华为唯一接班人 10月11日消息 李嘉诚旗下常识集团已将大连市一个开发8年 还未完工的地产项目 坐价超过40亿元出售给了中国融创 自从香港市民反送中抗争运动爆发以来 李嘉诚的言行被舆论热议 据报道 这个名为大连市西杠山黑嘴子的项目 坐价超过40亿元 目前该项目地块已被融创一号院项目的广告牌包围起来 常识方面已经确认 约于半年前达成协议出售有关项目 并在4个多月前签约落实 2011年12月2日 李嘉诚旗下的和季黄不有限公司公告称 以总价19亿元进得大连市新港区 黑嘴子码头及周边地块 收购后将工发展成住宅及商业物业 而从2011年至今 从李嘉诚拿下这块地之后 该项目的开发周期长达8年仍未完工 至于为何该项目的开发过程 长达8年还没有结束 常识方面对媒体表示 该项目开发的时间 常是因为政府延迟交地所致 目前项目部分楼梯已经封顶 近年来 李嘉诚接连抛售中港两地资产 并因此多被中国官媒发文抨击 官媒2015年曾刊文 别让李嘉诚跑了 称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 在基础设施 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 恐怕不移 想走就走 此后相关话题一直在网路上涌现 分析认为 虽然李嘉诚抛售房产 人们早已心意为常 然而他的动作依然被解读为 楼市风险的风向标 原因在于 他对市场把握的准确程度 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但无论如何解读 其实都难逃李嘉诚规避风险 和懂得止盈的一面 今年5月 中国内地财经媒体曾转发 李嘉诚真的跑了的评论文章 狠批李嘉诚为首的一批商人 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但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升级过程之中 却疯狂地套现走人 自从香港市民反送中抗争运动爆发以来 李嘉诚又卷入了反送中风波 遭到中共党媒的多次点名炮轰 对此 李嘉诚回应说 早已习惯于莫须有的指责 以上是今天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